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见的是发对手正手位短 配合反手弹击正手弓 快速解决战斗 伊藤美成发球时 板形内勾较多 俗称反手力 拇指顶住板面 发力动作很小巧 大家可以看一下伊藤的拿板和板形 出球动作小 对手就不易判断旋转 尤其是伊藤美成的不转 很多对手接发球非常吃力 曾制作过很多个发球的视频 各种旋转如何产生 道理都差不多 并没有很大区别 像马林的发球也曾讲过 各种假动作混合实用 发球好与不好 主要在于板形控制和动作大小 能不能摩擦球体 把力量用在球上 是发球的难点 小动作发转难 大动作 大力量容易发转 但容易发出台 摩擦和撞击的比例如何把握 需要日常大量练习 伊藤美成的发球 侧下转和不转较多 只是用不同的动作去迷惑对手 发不转时 需要板形略立 向前轻碰 略顶一下球 少摩擦 多撞击 但是需要控制力量 避免发长出台 伊藤美成早期比赛顺旋转发的也很多 近几年注重研究假动作 逆旋转和下坎用的较多 每次比赛 对手接伊藤美成发球都很痛苦 可见发球威力巨大 很多业余爱好者平时练发球较少 过于注重练 正手工反手推之类的相持进攻技术 发球练的少 对旋转如何产生 发球落点控制能力不足 打比赛也就没有多少效果 比赛如果自己发球就是第一招 如果接发球也是第一招 自己如果发球好 可以直接得分或者制造抢攻的机会 如果发球好 自然懂得旋转 接对手发球会更顺利 乒乓球每一个技术都可以得分 练得少肯定技术上有一定的不足 平时自己多练练发球 比赛成绩一定提高很快 喜欢乒乓球的朋友可以加关注 共同学习 共同提高 以上后 先可能输在变速尽 底部',当老师追 closest 石磁锁磋iin成resser或是有相当 时意中一个是障碍 Remember through the ACM initiative 感谢观看